先表演一下吧 好 大家看到这有螺蛳粉吗 你不会把它又变霉了吧 不用 这肯定送给你们 别着急啊 吃粉 吃面 最好的其实不是用筷子 是用叉子 是 既然螺蛳粉送给你们了 工具也得配着 好 这么贴心啊 美人一个 美人一个 谢谢 好 谢谢 叉子 你看是不是普通叉子 是啊 这就是普通叉子啊 挺普通的 检查一下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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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送给你们的 好 谢谢 谢谢 然后呢 这里随便挑两个 用这两个叉子 给大家表演一下 其实这个东西也可以表演 好 其实现在魔术 就是在日常生活中 随便拿到什么东西 都可以表演 你帮我检查一下 你先把这个放在里 是普通的吧 我能跟你换一个吗 可以啊 随便 我把刚才你给我这个 我还你一个 等会儿 我再给他换一个 对了 我再换一个 省着你看 要不然咱检查这里 不定有什么问题了 行 咱俩留这个 换明白了 先两个叉子 你看 叠在一起嘛 对 一个水平线 对 魔术有听过 超能力有没听过 超能力 有没听过 听过 但没见过 没见过是吧 现场来感受一下超能力 很多外国的超能力表演者 通过摩擦金属 让它弯曲 我同样可以做到 你看 把手指放在这个中间位置 轻轻摩擦 你发现在叉子的叉柄 会慢慢地翘起来 翘得越来越高 看到没有 感受到了吧 观众感受到了 给我一点反应 好吗 哇 哇 好 我们对比一下 是不是真的弯曲了 真的 怎么可能 真的弯曲 而且我隔这么近的距离 真的 其实虽然弯曲了 但只是一点点而已 你给我看一下 那你还要怎么着 你看 你再对比一下 这个很弯了 只是弯曲一点点而已 其实你感觉弯了很多 实际上 对于我来讲只是一点点 但是 仔细看 我通过这个食指摩擦这个位置 你发现叉子的叉柄越来越翘 甚至可以尝试一下 用手推墙的感觉 哇 这个叉子呢 基本上九十度了 所以很多人怀疑自己 产生幻觉了 产生幻觉了 实际上真的是产生幻觉了 我跟尤雅隔得特别特别地近 所以我全程啊 我就是目不转间 我就盯着他这双手 可是我没有发现任何破绽 我现在觉得 他可能主营不是卖道具 是个卖叉子的 你在解决什么时候的超能力 超能力就是不接触一个物体 让它产生变化 或者轻微接触 比如说这个叉子 中间揉搓一下之后呢 它会变软 软了之后呢 不需要花力气 就可以把它折弯 但冷了之后就变硬了 硬了之后 你要把它掰回来怎么办 只要用上我们所谓的 蛮力 才能把它掰回来 但是接下来 我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哪怕你用蛮力 甚至是用五金工具 你都不一定能做得到这个事 真的吗 仔细看 轻轻地转上一圈 两圈 来 推个特写 看一下 你能感受到吗 叉子的中间部分给你拧成一个 我们天津麻花的一个形状 你可以尝试一下 用蛮力量掰回来吗 我试试 对 别伤到手了 尝试一下 给我看一下 效果 我看一下效果 来 看一下 那个就是我拧出来的 其实这个放到我手里 我就知道拧不回来 我都不去尝试 对 所以到底 拧不回来 要继续还能变吗 可以啊 大家知道叉子分成几个部分吗 这个叫什么 擦柄 然后这个叫什么 擦肩 擦肩 那脚轻轻地晃动一下之后呢 你发现 擦子的擦肩也开始变化 也有弯曲 虽然弯曲也不多 但是呢 我把它转上一圈 给它一个从上往下的力 你发现 这个擦肩呢也九十度了 等会儿 我看看怎么可能啊 很松立的啊 小心手 这正反都掰不过来 我顺便检查一下 它其他三根尘 我不知道它待会儿还要变什么 来 好 现在是弯曲了一根嘛 对吧 是 大家看到吗 吹上一口气 手上没有任何东西哦 可能怀疑手上是不是藏什么工具的 把这个擦子呢 拿在手上像这样 摆动一下 摇晃一下 你看它所有的擦肩 都会像你的睫毛一样 扇放开 哇 这还没结束 我刚才势筋掰过了 最后一步 最后一步 仔细看 最后一步 这就变成一件非常漂亮的艺术品 来 初初见面 除了螺蛳粉把这个也送给你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哇 好棒 好 ่ мол